你現在正在收聽的是 AJ隨便聊廣播節目12月25號的下半集 如果你還沒聽上半集的話 記得先去聽上半集哦 下一位是EVO同學 應該是這樣念吧 那他說 想問一些自己的問題 想聽聽AJ的看法 我是一位20歲的悶騷宅男大學生 自認為是很古板的 但在一些事情的想法上又很開放 而且常常認為自己需要學好每件事好 讓自己能夠盡量不靠別人過活 在這十幾年的求學生活中 未了解一個人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也更自卑了 但越自卑越不想妥協 在班上成績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不是特別喜歡讀書 但對於自己有興趣的或自己需要的 都會特別花時間去學 但感覺自己太怠惰了 常把論文拖到解稿前幾週才特別花時間去做 然後又整天說自己很忙 不想參加學校的活動 感覺上就是我在利用這種很糟的學習習慣當藉口 不去參加社交生活 我知道自己的缺點、悲觀、憂慮、固執 有的時候也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傲 卻常常對一些小事執著 知道自己該怎麼樣改變才會變得比現在的自己 比較不會擊掰 但也試了一下就放棄了 回到原來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AJ有什麼看法嗎? 那EVO同學我對你的看法是 確實就是人都會很喜歡找藉口 我自己也很喜歡找藉口 但有時候或許你該試著努力去 直視自己不好的部分 把所有的藉口都拔掉 今天沒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的不對 沒做到這件事情就是糟 你可以下定決定 例如說你剛剛說 用學習藉口不去參加社交活動 但你可能就是要 強迫自己去參加一些 因為你有這種想法 你應該就是有想去參加社交活動 我自己的想法 除非說你真的就是 沒有參加社交活動 總之我是覺得你可以先 不要去想找藉口這件事情 其實我以前也很愛找藉口 但後來就 年紀比較大就覺得 有時候應該要直視一些 自己不好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直接講出一些 這個確實是我自己沒做好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 更直接知道你自己這一點不好 那你可以了解自己 要不要去改進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你或許應該要 更努力一點 就是我覺得努力才會 改變一個人 就是 如果你不努力的話 你永遠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需要去努力 努力做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 我不知道 也許是 對你人生還有幫助的一件事 也許是寫好你的論文之類的 總之去努力吧 我覺得 你努力之後 你或許就會 改變了 這是我的看法 下一位是 嘉佑同學 那他說 常看到AJ去黑語的節目客串 請問遊領通告費 之類的嗎 然後第二題是 常有聽到有人談論 近年日本動畫進入衰退期 向前置PA傳出低薪的問題 現在許多動畫公司倒閉 甚至是 傳許多崩壞的動畫等等 那好 那首先 第一題就是 去黑語的節目 不會有通告費 其實去大部分 YouTuber的節目 都不會有通告費 就是 那基本就是一個 開心的互相客串這樣子 那會有通告費的大部分都是 比較偏向他們是 一個公司規模 經營的一個節目 例如說 你可能上 麥卡貝 那他就是有通告費 他也是網路節目啊 其實你要說 黑語那個不叫網路節目 黑語那其實也算是一種網路節目 但 就是類型上 還是有一些差別就是 如果是公司經營的網路節目 通常會有通告費 那如果只是一些 這個YouTuber 跟你 想要一起合作一個影片 通常這種就不會有通告費這樣子 那甚至是這種 像黑語 我跟黑語是很熟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可能會有通告費什麼的 接下來就是 日本動畫衰退期 對啊 這已經其實講了好幾年了 日本動畫崩壞 日本動畫崩壞嗎 講了好幾年了 每年都要崩壞 就像是任天堂 每年都要倒 神魔之塔 每年也都要倒一樣 就是日本動畫也是每年都要倒一次 那 這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啦 如果真的有一天 就大崩盤了 其實這幾年真的有倒的跡象 其實也許這幾年真的是要倒 因為這幾年真的倒的公司 非常非常的多 那 或許 這些公司倒一倒也是好事 因為資源其實就是太分散了 因為現在就是 每一季 三四十部動畫 然後大家哪可能 觀眾就這麼多 永遠就這麼多 雖然他們現在有努力的在擴張 但觀眾就是這麼多 那你又把他們的主要的收益放在BD上 多少人會願意買BD呀 說真的 很少人會想買BD 因為BD不是大家會想買的主力周邊啊 所以他們應該是要 把一些 應該說我覺得日本動畫 他們現在主要的 重點是在於改變他們的收益結構 其實這是一直在做的事 其實這已經是現在進行的事了 很多 動畫公司都已經可以靠授權這件事情 例如授權到BD 授權到巴哈姆特 授權到巴巴巴巴 不是巴哈姆特 巴哈姆特基本上就是 拿什麼 木棉花曼迪 的授權 所以就是例如說 代理到 台灣 給曼迪呀 普惠爾呀 等等的 然後是代理到 Bilibili呀 或者是代理到 愛奇藝呀 優酷呀 等等的 然後是美國的 Crunch roll啊 等等的 這些授權費用 才是 未來的 動畫的主要支柱 然後大家在從 這些平台 去觀看動畫 然後你們的 電機 你們的觀看 會讓 這個平台成長 就是這個平台 會 會得到 收益 例如說你要看Netflix 你要看巴哈 你可能要 訂購這些費用 越多觀看的作品 他們就越知道 越有買的價值 所以 他們就會繼續跟這些 動畫公司 買動畫 所以 從正版的管道 去看動畫 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你只要從 正版的管道去看動畫 你就是在 支持日本動畫這個產業 越多 但是一個人能看的作品 雖然有限 我可能一季看五部 很多人 他可能一季看十部 了不起了 他一季看三十部 能做到這種事情的人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 一季太多的作品 大家無法 消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 動畫功能減少 能製作的數量減少 減少 製作水準 所以其實 他就是一個 大破大力 如果 資本動畫 真的倒倒倒倒 剩下那幾間公司 那幾間公司 就可以得到 最多的資源 做出更好的動畫 那我覺得這其實 也不是一個壞事 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 就是 這個行業 很多人 就開始 有一些人做得很好 例如YouTube YouTube以前沒什麼人做 就YouTuber YouTuber以前沒什麼人做 然後後來越來越多人 做起來 做起來 反正這是一個行業 已經可以賺錢了等等 然後大家開始 反正這個東西 不錯可以這樣做 然後開始越來越多人 投入這個行業 每個東西都這樣 然後接下來 可能就進入個 衰退期 發現很多YouTuber 過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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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發現YouTuber很難做 很難做 開始掉掉掉掉 YouTuber之後 又開始 又減少 反正就進入一個 循環 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這樣 下一位是 喬瑟夫 喬斯達同學 他問 如果農夫用了 三公噸的力 垂直 將鋤頭 舉起一公尺 請問他做了多少工 三嬌兒 好 下一題是 燕子安同學 他說 痾... AJ是如何看待 平凡這件事呢? 先說結論吧 現在還是很 討厭平凡的自己 大概是受到家禽的影響 成長過程中 身邊經常圍繞著 厲害的人 潛意識覺得這輩子 應該至少 成為厲害的人一次 但綜觀人類的歷史 能在國際或社會上 成為特別之人的 大概只佔了 百分之二不到 雖然知道應該安於平凡 但還是不甘心 不知道AJ的朋友裡 有沒有雖然平凡 但很努力想變厲害的 也想知道AJ 身為一個 自認滿足於平凡的人 是怎麼看待這些朋友的 你好燕子安同學 那麼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對於厲害的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厲害的人 有非常非常多 有些人 他厲害 但你並不知道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金庸 剛裡面有一個人 叫做掃地森 在他跳出來跟大家打之前 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一個掃地的 他就只是一個掃地的 他最後也沒什麼名字 我記得他就叫掃地森吧 好像也沒有命名 掃地森他也很厲害啊 但是他也是最後跳出來那一瞬間 大家才知道 他一直都默默的很厲害 那所以厲害的人不一定是 需要被大家知道的 那你的厲害是要被大家知道的 那一種厲害 成為社會上 國際上的 特別的人 還是說你只是 願意 成為一個默默的 很厲害的人呢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人 他們願意 付出 自己的人生 去做一些事情 去奉獻 某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例如 我覺得願意付出人生 去照顧 流浪貓流浪狗的人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厲害的人 或是願意付出 自己的人生去 照顧一些 跟你 人生並不相關的人 我覺得這都 人都非常厲害 或者是 很有 怎麼說 很有 醫德的醫生 這也是很厲害的人 或者是 非常 清廉 然後 非常有智慧的市長 對啊 不過這就比較傾向你所說 國際上 社會上的特別之人 厲害有很多 厲害的人有很多 所以 我覺得我不確定 不知道你的 厲害是指什麼 但我覺得要成為 厲害的人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 找到 你自己願意 去付出一切的 那件事情 你才有辦法 成為厲害的人 不然 你也不知道 你要厲害去哪裡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就是你說的 對於這種 很平凡 但想要 努力變厲害的人 我有什麼看法呢 我很喜歡這種人 就像是你看 那種少年漫畫一樣 大家就喜歡看 你這個角色 成長 也許這幾年來 已經開始 沒那麼喜歡看角色 努力了啦 Jump的 努力 勝利 友情 已經變得 只剩 努力 幸運 還有友情 努力 還有幸運 沒有努力 幸運 跟勝利 沒有努力 努力拔掉了 因為努力已經不是 現在大家最愛的要素了 但我自己還是蠻喜歡看 努力的角色 就像是 我在火影忍者裡面 最喜歡的角色 就是 小李 他就是一個很努力的角色 那 所以 我自己是喜歡這種努力要變厲害的人 那我之前也有 應該是我高中有認識一個 朋友 現在還是 蠻不錯 偶爾還是會一起出來吃個飯 那 他在 一間我認為蠻厲害的遊戲公司上班 那其實在我對他了解 以前我覺得他很厲害 但後來我對他了解 他其實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他並不是一個 天才的那種人 他是 用他的努力來變得厲害 所以我覺得 你要 找到一件事情 然後你要 努力去做 你才會變得厲害 那我自己當然是很欣賞他們 對 大概是這樣 好下一位是 看了爛人節許久的爛觀眾 他說 感覺現在這風格變得更側重 當一個實況主 近期的興奮推薦和前方快評 已經開始感覺到沒有以前都沒有誠意了 雖然這些點評的 影片投資回報低 但和那些 和那些 直播抽卡 玩video 之類的 低投資高回報 相比沒有那麼欣賞你做 那還是想看 他還是有像我這種 比較想看一下 AJ以前認真做清翻推薦 和作品點評的 那我也明白做YouTuber 不是請客吃飯 商業的考量 商業的考量是很重要的 但偶爾也想看一些高品質的清翻推薦或點評 不記得AJ做直播和Vlog 畢竟遊戲大廠也有一些手遊啊來為他們 賺經費開發大作 但只要AJ還有想去做一些有高品質的影片的想法 我也會支持你的 好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在做單步點評的部分 品質應該是沒有下降的 如果說單步點評的話 目前像我上之前做的 雖然有點久遠了 之前做的惡魔人還有乒乓 我自己認為品質應該是更勝以前製作的 雖然點擊上並沒有很好 畢竟點評還是比較 看題材一些 但我認為 至少就算有過之無不及的狀態啦 對那但是單步點評 畢竟都是要模糊比較多時間的 所以很難說 很容易出 那新翻類的節目呢 要說比較沒有誠意嗎 我覺得也不是誠意的問題 我覺得是 這些東西已經 做太多次 然後做法也太重複了 畢竟 有時候 例如說我今天講到骨頭社 骨頭社要提到什麼東西 可能他們製作的打氣 骨頭社做過的作品 那提到骨頭社常合作的幾位導演 來提到他們的作品 然後講到他們盛藏的部分 但有時候會出現的就是 我會側重於去講的 作品通常會出現的那幾間公司 還有那幾位導演 對所以 會常常講出很重複的東西 那 講重複的東西就會覺得 會變得很SOP 那聽起來或許確實啊 會很沒有誠意沒錯 但是其實 我覺得也不是沒誠意 就是 那些東西就一樣就是那個樣子 那 不講 對於新觀眾來說 他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會重複去講 那 如果 講了 就觀眾會覺得 你又在講 重複的東西好像沒什麼變化 那其實這就是一件 很矛盾的事情 那其實我最近 也有常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最近剛好有一個 Youtube的頻道 他們其實是 大陸的 的一個 製作團隊 叫Ganker 他們是做遊戲評論的 那我最近剛從一起 他們的節目中 得到一個 蠻好的啟發 他們說他們已經 很久不 著重於 做遊戲的 評測 也就是說 評論這個遊戲的 例如說 光影好壞呀 操作起來呀 遊戲性呀 動作打擊感呀 等等的評測 他們已經 不太做了 他們更傾向於 著重於 講遊戲的一些 特殊的 啟發 等等的 那 我後來也 覺得 確實 因為他們當時 他們還有講的一個點 就是 評測 講來講去就是那樣 打擊感是怎麼樣 遊戲性是怎麼樣 這個畫面 多屌多選 怎麼講 基本上就是那樣 確實 評測永遠就是那樣 那其實情分推薦 的部分 確實比較傾向於 做一個評測 我在 看到這些 製作群 然後 看過他的PV之後 我就先做一個 算是一個 預測 他們到底最後品質 會怎麼樣來做一個推薦 這確實也是一份比較公式化的工作 所以我也在思考要怎麼去調整 應該說從Ganker那期節目中 我有就是得到一個啟發 想要 試著去調整 但我也還在思考要怎麼 去調整我以前的做法會比較 每一次都可以維持比較新鮮感 畢竟現在真的是做了4年之後 能講的東西 其實就真的是類似的 而且他們真的每 發生的事情都很類似 所以啊大概就是這樣啦 就變得說 每一次大概 你看這部 這個節目大概就知道他的豪壞 或是怎麼樣 或是一看就知道這部片 我會不會喜歡 觀眾會不會喜歡 有時候我現在比較傾向於 介紹自己喜歡的 大眾會喜歡的 我反而就 不一定會去講 像 左後 我像最近 就是非常非常行 但他就完全不是我的菜 基本上 我就是 不太會去提他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對於做影片的品質 品質還是非常的有要求 例如說只要做到 單步點評的地方都還是會有要求 所以 我不輕易出單步點評 也是因為我一定要 到一定的品質 我才會 才會出片 那 所以這也是我 個人 比較堅持的部分 那新版推薦的部分 畢竟 就說 之前做的比較 已經是 有一定的公式化 有一定的 SOP了 所以我 出片上比較穩定 但出片穩定的一個 缺點就是 做的比較容易膩 就是我前一陣子也就說過了 我做的這系列 已經做得很膩了 然後還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就是 觀眾看的也會覺得 其實每一切都差不多 對啊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那就看我能不能再做一些調整 不過也不是說 一條 就 成功 還要慢慢摸索 怎麼去 做改變這樣子 對那 更側重於當一個實況主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 命運吧 我剛好就是玩FGO 得到的一點人氣 開始有廠商 願意給我 工商的機會 那我其實說真的 你要我說 我比較想做動漫點評YouTuber 還是做一個 實況主 我其實更想做一個實況主 就一直以來 從一開始你就問我 如果我能做遊戲實況主 養活自己的話 我絕對會選擇當遊戲實況主 因為玩遊戲一直都是我 很 喜歡的一件事啊 而且 玩遊戲實況 我也不是做 遊戲的評測 我只是純粹玩的話 那工作相對 輕鬆很多 我現在的 遊戲實況的 就就你 這個 這位大大 這位 這位同學他的 論述中也非常 了解我的狀況 就是做遊戲實況 他的投資回報 非常的高 那做遊戲 動畫點評的 投資回報 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做 遊戲實況又 還 就是輕鬆愉快 一件事情 對啊就相對來說 做遊戲實況 本來就是一直 我本來就比較傾向你去做的事情 那現在 有機會能把遊戲實況 這部分 做好 然後努力做得更好 那我自己當然也會有這個意願這樣子 但也不代表說 我就不做動畫點評 現在反而是 動畫點評能真正成為一個 不賺錢 但是卻自己願意做的事情 那動 那遊戲實況變成一個 我願意做 那又能賺錢 能養活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覺得反而這樣子 代表說 動畫點評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 才真正代表說 這個才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吧 下一位是 索尼狗同學 他問AJ作為為一個 傳統遊戲玩家 對電競或者是 競技類遊戲 有怎麼樣的想法 其實我自認為 不算傳統遊戲玩家啦 我其實算什麼都玩 像是 線上遊戲 我以前也很愛玩 然後 或者是 電競類的遊戲 Overwatch 啊 或者是 英雄聯盟 我其實也都 瘋了好一段時間 那 還有就是 手遊其實以前不愛玩 那現在也是因為 手遊真的就只花一點點時間 那就每天能 隨時隨地 花一點時間 去玩一下這個遊戲 那所以我後來也開始會 比較接受玩手遊這件事情 那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 嚴格來講 不算傳統遊戲玩家啦 但對於傳統遊戲 就是那種 呃 單人劇情的遊戲啊 或者是 一些比較經典的 單人遊戲 我都還是蠻喜歡的 那 所以我對競技的遊戲 當然想法也都還蠻OK的 因為畢竟我以前也是玩 魔獸信長長大的 魔獸信長 魔獸三國 然後玩 LOL這樣子 就是跟很多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一樣 都是這樣子玩上來的 所以我對競技的遊戲 當然是很OK的 畢竟以前也是看 TPA 打冠軍賽 看到只是 眼淚都快流出來 就是 真的從 台灣 一個 小小的 不棋眼的隊伍 居然能成為冠軍 而且我居然是 每一場每一場每一場 這樣看上去的 對啊 所以我其實對 電競類 的遊戲 也還是蠻喜歡的 雖然現在已經 沒有這麼大的 能耐去玩競技類遊戲啊 像近期很夯的一種類型 就是 那個 吃雞類的 就是這種 Royal Battle 類的遊戲 基本上 我不太愛玩 那也 玩不太動 玩不太出一個 樂趣來 所以這類型的遊戲 我就玩得比較糟 那其實卡牌 卡牌類的 禁忌我都還算蠻喜歡的 卡牌類的禁忌 需要花很多時間去 每次環境更新 出新牌 你就要去跟 那其實沒這個心力 然後還要花很多錢 去玩 那我其實沒那麼大的心力去玩 這樣子 那 所以其實對於 競技類遊戲 也不排斥 甚至說 有一些都還算蠻喜歡 這樣子 不過 對於傳統遊戲啊 也都還是蠻喜歡的 所以我算是一個 各種遊戲都 蠻願意 涉獵的玩家 這樣子 下一位是 阿Rubar 大大 他問說 傑哥現在好像很多都是買電子書來閱讀 那要吸引你購買紙本會取決於什麼樣的條件呢 例如對於原作的偏愛或者是贈品 那其實我買電子書跟實體本 我兩個都會買 那實體本基本上就是買我最愛真愛的那種作品 99啊這種 那或者是之前我有收一套解駕物語 那或者是模擬馬戲 通常我有收實體的全套這樣子 那電子類的話就是 我蠻喜歡這部作品的 但是 沒有到那麼喜歡 但還是想給予一些支持的話 那我覺得買電子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 實體書說真的我家書櫃是已經塞爆了 絕對再沒辦法放書了 那 我這時候就只好選擇買實體書 就既能買正版書支持 又不會塞爆我的書櫃 那你要說叫我再買更多書櫃 這個不是一個解決辦法 你知道實體書 現在已經買了快1000本了 你要叫我家現在多塞1000本實體書嗎 不可能嗎 所以我覺得買電子書是一個 蠻實際又能支持自己還算蠻喜歡的作品的方法 所以 那些 書架的空間留給自己的真愛作品 那 電子書就給 留給那些 想支持 但是 卻不想讓他來 擠你書櫃 就是 喜歡但沒到真愛的那些作品 像進階巨人啊 我就有收電子書這樣子 其實蠻多啦 就很多我都收電子書 下一位是 蛋餅不加蛋同學 他說有沒有想加入XX娛樂 像藍貓一樣把遊戲當做自己的工作 也有穩定的工商 YT這邊也有收入來源 那其實呢 我不用加入魔鏡娛樂 我還是 目前來看啦 我的工商還是蠻穩定的 所以收入來源也是 蠻穩定的這樣子 那我目前接的工商多數也是玩遊戲 說我目前也是把玩遊戲當成 自己的工作 所以 其實沒特別需要加 加XX娛樂這樣子 但如果就是加XX娛樂可以增加我的工作啊 或是他們有給我很多協助的話 那我當然也是覺得 欸不錯啊 有意願這樣子 那目前我是跟另一間公司 Capsule有 簽一個 小合約啦 但是簽在我副頻道上 所以也不是一個 很大的合約 那也不算一個 很 完全上的合作 但是部分合作的那種 合約這樣子 所以目前也算是有小加 小加一點 經濟公司的感覺 那我在 B站那邊是有 把我的頻道簽給 B站的 所以我在 Bilibili那邊是有合約的 所以我的 影片沒辦法上傳 上傳到 就是 Bilibili以外的大陸平台 這樣子 對目前來看大概是這樣 下一個是 Takami大大 他說 A在除了 彈丸 P4P5這種劇情為主的遊戲 還有 其他 玩其他什麼遊戲嗎 第一個玩的是什麼遊戲 第一個玩的遊戲 我還真的不知道 可能要追溯到我幼稚園的時候 可能是一些 互動式的 那種 故事遊戲 好像叫 祖母與我吧 也或者是那種 好像是 加飛貓的動作小遊戲 或者是 Windows最基本的遊戲 彈珠台 之類 可能是其中一項吧 我也不太確定 那 我目前 玩的遊戲其實蠻多的 我沒有特別限定 玩什麼遊戲 例如我Steam上 玩最久的遊戲是 Borderland Borderland 邊緣境地 它是一個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加RPG養成要素 那 還有就是 我目前 登入天數已經 500多天 玩超過一年的 FGO手遊 對 那 或者是 Overwatch 它就是一個 FPS加上 一些 放技能 這種要素的 一個 動作射擊遊戲 對然後還有 魔獸爭霸的一些各種小遊戲 那 LOL 這種 都有玩 就是 沒有特別限定玩什麼 像我也很愛玩 暴雪櫻霸 就是一款 超級過氣的 遊戲 對但是我很喜歡它 很多啊 我玩遊戲 比較沒有 特別限制什麼類型 GeroGang也是玩了蠻多的 對 大概是這樣 下一位是 Pieter Chong大大 他說去日本這麼多次 會喜歡免制馬桶嗎 如果喜歡的話 會想把新家的馬桶 換成免制馬桶做嗎 那我去日本 對蠻多次了 六七次了吧 那 其實真的是蠻喜歡免制馬桶的 所以我 確實也蠻希望 可以把家裡 換成免制馬桶做的 不過 一方面是免制馬桶 不便宜 然後如果你要從日本 帶的話 很麻煩 因為你也不知道 能不能裝得下 所以 暫時還 不考量 不過如果要說 想不想裝的話 超想裝 真的是很想把自己家 也換成免制馬桶 下一個是 人生的 蔡B8 他說 身為一個 高三學生 如果在學測 成績不理想 撇開 直考不談 適不適合 繞點遠路 去社會 闖道一陣子之後 再回來 決定要不要繼續念書呢 我覺得 通常 呃 自己家裡都會反對你做這件事啊 但我覺得如果你家就是很 開明 覺得 你出去先工作 再回來念書也OK啊 的話 那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我說真的 呃 呵呵 念書真的 就 在台灣 讀書 而且讀一些 不重要的 就是 對你的未來沒什麼幫助的科技 真的 沒什麼 屁小用啦 對 欸 而且很多 的 很多人他們 畢業之後 也沒有在做 跟自己 相關科系 一樣的工作 所以你那幾年可能就 只能說 增加了 呃 人際關係上的交流 然後 拓展了 你的人際關係 這樣子 那你學習到的 技能啊什麼的 可以說是零 這樣 所以其實說真的 念書對於 工作有沒有幫助呢 當然還是多少有 但是可能對一些 對你的職業技能上來說 很 不好說 因為你可能做 不相關的工作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家人OK的話 能 自己先去 社會上闖蕩闖蕩 然後發現自己的 不足 然後再回來 重新念書 甚至去學習 你覺得 呃 你比較有興趣的科系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 呃 更好的選擇啦 然後下一位是 墨孝維氏同學 他說想知道AJ身為名人 這件事是怎麼去看 那畢竟已經算是一個 有影響力的人物了 會不會 因此對於想做的事 產生猶豫 有種 我不應該這麼做的責任感 雖然我是沒有把自己 當名人看待啦 不過確實 自己 呃 目前是有 一點點影響力的人 所以我做一些事情 當然還是會先考量一下 那其實 最常發生的事情就是 看完一部爛片 我到底該不該講 這部片真的有夠難看的 對 所以 呃 但我通常都會跟一些 片商關係還不錯 所以我就會 盡量說 這部片好難看 反正也 通常 會有這種感覺 都是那種 呃 我自己 可能跟朋友約去看 然後發現真的很難看的那種 所以我通常都不會特別講什麼 畢竟可能會影響到 人家的財 收入 收益狀況 那其實 擋人 財路是 最危險 最 不該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盡量不去做擋人財路的事 所以如果我發現這部電影很難看 我通常就 就算了 就 就默默吞下去吧 就算了 那如果這部電影很好看呢 我當然就是 盡量去講 畢竟你有幫助到人家 然後自己 講的也開心 所以 覺得好看的電影 我盡量會去講 那如果覺得不好看的電影呢 我就 好啦稍微收斂一點 就不太去講什麼 這樣子 所以我 多多少少會 呃 對於 要不要講 爛騙這件事情 比較有一點 責任感 這樣子 就是 就我說的 不要去擋人財路啦 這算是我比較 注重的 一部分 下一位是吳宗益同學 他說想請問AJ是先結婚再買房的流派嗎 還是在這個房屋價格居高不下的時代 就放棄買房了呢 想到如果要買房 光是房貸就讓人喘不過氣 但租房又覺得沒什麼安全感 想請教你會如何取捨呢 呃 其實我個人的話 會比較傾向於 如果房價真的高得這麼不合理的話 就不要買房的人 因為其實 可能是亞洲國家比較傾向於要買房吧 其實美國那邊感覺沒什麼在買房 其實 目前台灣比較 需要調整好的是 租屋的制度 而不是 房價 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你只要能把 租屋的制度調整好 大家不買房 也還好 只是 可能亞洲國家可能 比較傾向於要買房 比較安心感 但其實說真的可以 不買房 也沒什麼 我家 也沒有買房啊 對啊 我家沒買房 還不是過得好好的一輩子 啊說真的如果你要買房 其實買房跟不買房 我覺得其實最終 最終的 最終結果你會多了一間房子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差不多 你就是 還是要努力的 去賺錢 然後 買到 然後每個月去付那個貸款 就如果你買房的話 你買房你還是要每個月去付那個貸款 那你 沒買房 你每個月還是要付房租啊 雖然你最後 房租 你最後付完房貸 那些房子會變你了 但你基本上也是 就是要死了可以 那當然啊你 如果很有這種 要為後 後代鋪路的心 當然很好 就是你 多了一間房子 可以給你的後代 那大家對於租房的不安全感 可能就是 我一直這樣 交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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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了一輩子的房租 但最後我並不會擁有房子啊 但說真的就是 你繳房租繳到五十幾歲的時候 結果我說 你房貸付到五十幾 你可能要付五十年左右 你才能付完你的房貸 除非啊你真的他媽超會賺的 那是另回事 但一般人來說 一定要付四五十年的房貸 你才付得完 那付完你差不多也要死啦 你死了是有差你 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嘛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付房 付房租的話 那就一樣嘛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差不多 反正你一定要努力 每個月去賺錢 去cover 那個房貸或房租 都是一樣的 那你只要 沒有努力去工作 這個月 cover不了房貸或房租 然後過很久之後 你就是要 被 踢出去嘛 你沒錢付房租 被房東踢掉 你沒錢繳房貸 你這個房子 就被法拍啊 差不多一樣 你就是 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 過程上你都是要努力去工作 那如果你有 能力 你能買房子 當然很好 但沒能力 買 買房子 你就用租的 我覺得也 沒有差太多啦 反正 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要努力 去工作 去付 每個月你那個住宿的費用 不論是買房 還是租房 下一位是 55同學 他問為什麼 進H盟之後 好像又在H盟沒有太活躍呢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 當初會進H盟 是因為我沒有 沒有在B站認識任何人 有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不知道去問誰 所以想說 加入H盟有個依靠 有人可以問 然後 我很多喜歡的大佬 像Lex 或是瓶子 一些我喜歡的大佬 他們也都在裡面 所以我就有點想加加他們 然後我就去問問看 天堂 可不可以加加 然後我就加加了 這樣子 也沒什麼大事 對 然後 又沒有太活躍呢 主要是因為 大部分 就是 我們 兩邊的通訊人體不太一樣 像我們在台灣 在大佬 可能用QQ 可能用微信 但是就是 使用上的習慣不同 就導致我 QQ使用上 比較少 那就很少跟大家聯繫 所以就顯得 也沒有太活躍 這樣子 不過我以前呢 其實是 有在做 H盟的官方節目的 如果最早期的 幾期節目的話 所以我在做的 我大概也做了 少說有 六七期吧 六七期節目 所以當時也還算 一點點活躍啦 不過後來就是 開始忙於自己 Youtube的一些東西啊 然後自己還有 經營Youtube的副頻道 然後開實況這些 在 H盟的部分 B站的部分就開始減少了 但是 B站更新的影片跟Youtube 主頻道更新的影片 還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 我把實況的部分 主力還是放在 台灣這部分 就不想要分散到 哺哺哺哺哺 那邊啦 這樣子 下一位是 巴嫂同學 他會說 問個可能會比較敏感的問題 雖然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問題 沒有很敏感啦 這就是我自己說的 然後他說 近年來Youtuber的數量越來越多 在製作影片上 難免會碰上主題 或者是內容相撞的可能性 那想問AJ大大是怎麼看待這方面的問題呢 那其實呢 我覺得 這個 主要就是 每個Youtuber 他們要發展自己的風格 所以 你遇到同樣的主題 你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 就像是我自己 一直以來 我把自己 培養成就是 講自己的 觀點為主 所以我做 呃 單步點評的時候 碰到人家做相同的主題 我也覺得沒差 反正他做我也做 那反正我們還互相拉流量 搞不好 這個人看完我做 他還想要 看另一個人做的 另一個人 別的人看到他做的 還 剛好連接到我這邊 順便看看我的 個人評價是如何 搞不好我們兩個 評價不一樣 大家會想聽聽 不同的看法 說不定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是 培養你自己 個人的風 有培養好你自己的個人風格的話 其實就不太會擔心撞主題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比較 大的問題是 做 資訊類節目 知識類節目 那可能會比較有 這種主情相撞的問題 例如資訊類的節目的話 就是說 假設 今天就是一個 報新聞的節目好了 那你報新聞 他報新聞 兩邊都只是 純粹講新聞 沒有什麼 太多搞笑的東西的話 那就變成說 誰先出 誰贏 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新翻推薦這類的節目 也有點類似 這樣的問題 因為新翻推薦有兩種要素 一種是 呃 個人的觀點介紹 像我大部分就是 有個人觀點的介紹 但是當然 這也有一部分 是有資訊告知的部分 所以新翻的系列 也有 越早出 越有利的 這個優勢 那但是我還是 很努力的去保留 我個人觀點的部分 所以還是有蠻多的觀眾 他們會想要 就算看過別人的 新翻推薦 還是會想要來 看我的新翻推薦 所以 才 就是我現在雖然都是 偏 中後 其實應該說我一直以來 都是偏中後期出的 一直以來 大家一直叫我早點出 到底是 就是 真的是不了解我的人 我平常 新翻推薦 一定都是 就是 準備要開播前一兩週 才會出的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那 現在是 越早出越有利 那你只要看看我們現在卡一疊就知道 他 都是第一個出 不然就第二個出了 所以他的 新翻推薦都可以滾到非常大顆的雪球 這樣子 那我自己就是非常晚出 所以我只能說 沒有什麼滾到雪球的優勢 但是我的老觀眾們 都還是會有願意來看我的新翻推薦這樣子 也就是 一直以來我去 培養個人觀點所建立出來的優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建立個人風格建立個人觀點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一個純粹告知資訊告知知識的人的話 那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個跟你做一模一樣主題的人 然後他做的又比你好 或者是他有更龐大的團隊可以 更量產化這個東西 你一週兩步 他一天一步 你要怎麼跟他拼呢 你就會 漸漸被他 取代掉了 對 因為這就是我覺得要 培養個人風格 個人觀點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好由於這一期真的有夠長的 所以我就把它分開成上下兩集 對 那今天就終於聊到這邊 終於結束了 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希望 盡量能10號25號更新啦 下一期10號我會盡量的 更新出來好不好 那 如果你想要在下一期節目中跟我閒聊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歡迎在下方的表單上填表單 我會有一個表單 你可以在那邊填表單 那如果你上一期有留言沒有被我選到的 那你可以 再試一次看看 也許就是因為這一次真的太多了 然後 篩選之下沒有選擇你 那如果你再試一次還是沒選到的話 可能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我沒特別想回答之類的 那你可以就不用再努力了 因為我可能就沒特別想回答 這樣子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下期再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